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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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洞了 很黑啊 嘩! 是甚麼來的? 很暗料理 都說不准猛 我沒有粉啊! 哈哈哈哈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哥仔 大家好歡迎收看 EG31想生日 不要爆年齡出來 無所謂大家都知道 那話說我今天就是生日了 你就會為自己的生日會準備食物 哈哈哈哈 好悲哀 我的生日會只有我和你而已 不是的 就是因為since要轉31歲了 那我就覺得呢 有很多方便的東西呢 你都需要繼續學習 那我就覺得你呢 challenge一下你不懂的東西 你覺得嗎? 要的要的要的 那所以呢 我們第一集呢 就會幫EG先生 增進他這個cooking skill 我是沒有cooking skill的 所以其實我就算煮些甚麼 我基本上都已經增進了 那現在呢就是要你challenge 煮一道菜 就是你平時會去茶樓啊 去大排檔啊 吃到那些呢 蝦仁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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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整熟的蝦仁炒蛋 完成 我沒做過 很難的了 但是我覺得呢 都是不夠挑戰性的 觀眾覺得不好看 所以你想想另一個人吧 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 我喜歡吃蝦仁炒蛋 我帶了不行 為什麼啊 我不可以碰魷魚 為什麼不可以 很噁心啊 哦 那就是魷魚 神經病 Let's go 你現在帶我去哪裡 買魷魚 要買生的嗎 蝦仁炒蛋 這樣才會很新鮮 那不如我們煮這個蝦鹽漏油 總之不用鮮油 蝦鹽梅油 好嗎 有很多 What the f What the f 這條魷魚是生的嗎 當然是生的 但是它不動 但是是生的 是啊 老闆麻煩一條魷魚幾錢 你是不是煮的 就是現在試了 我一次吃都沒煮過 你問一下有沒有什麼提示 你煮完鮮欣 你先怎樣切 還沒想 還沒想 你怕了就笑死別人 還沒想 魷魚你回去 你這樣切一圈圈 接著呢 不要把滾水倒進去 拖多水 然後再拿上來 涼粉來炸 你最重要是知道它怎樣切 你不然出來很漂亮 我先把魷魚圈一圈圈 嘩 嘩 哈哈 哈哈 神經病 哈哈 有沒有可以按人去看的 有的有的 你寫給我 好 彈簿來啊 想電視啊 哈哈 是Youtube 你去找EG大個仔 你就會見到我 好啊 拜拜 拜拜 好 好 拜拜 拜拜 我在Youtube的形象一落千像 蛤 為什麼啊 想不到剛才那條龍蝦走出來嚇一嚇我 嘩 嘩 回來了 我們回到廚房了 我們 那今天呢 我想跟你說 我生日 所以是我主嗎 不是 那這條片它看什麼 是我主 我主會有學術性很多 我跟你說 這個世界有學術性的 沒有人想看的 這次是我主的嘛 那你呢 就告訴我怎麼主 我就跟你的指示去做 但因為我生日 你是不准吞的 哈哈 這個變了我的挑戰 但大家知不知道它 它很容易令人 吞的 真的 我不覺得啊 不准吞 好了 那現在第一個步驟就是 洗魷魚 現真生 它在滴水啊 放在星盤上 什麼 它在滴水啊 放在星盤上 不是啊 你聽不到 我就說大聲一點 哈哈 嘩 嘩 OK啦 它沒有了眼睛已經很好了 好了 那現在你拿些 醋 針啊 對了 然後你拿手去洗它 啊 你要散它 喂不要啦 那你要 哈哈 好笑 我可以找其他代替嗎 例如 這樣壓一下壓一下 這樣 可以嗎 嗯 其實碰它 你一會兒也要碰它 一會兒切它 你也要碰它 其實是挑戰 哎呀 散散 不要 這樣 是不是在洗 欸 不是啊 這樣碰才是在洗 啊 我拿著手機 你先洗一下手吧 不准吻 我沒有吻 我感覺到觀眾一定不響過來 這集 什麼啊 你洗完手之後 你這樣抹在褲上 那你洗手來做什麼 你拿一部機 那你待會要煮東西吃 那我就再洗手 哎呀 你說是不是氣死 那你先拌勻一點醋 你是要這樣洗 怎樣洗 擠它 所以我只顧著看你 太漂亮了 你可不可以拍它 我正在教你 哇 洗它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對不起 都說不准吻了 我沒有粉啊 哈哈哈哈 你待會自己要好好地 清洗的絕盤 什麼啊 你聽得到嗎 這些是絕 好噁心啊 我覺得絕盤是好噁心的一件 那你吃不吃啊 不吃絕盤 不吃絕盤 那就可以了 我吃的 你煮不煮給我吃啊 我煮 但我不清洗就可以了 蛤 是不是毒死我啊 我不煮絕盤啊 絕盤是全世界最噁心的一件事 那蟑螂呢 蟑螂呢 蟑螂 with絕盤 蟑螂 就是這樣煮嘛 很有質感啊 這樣煮嘛 前後都要 內外都要 內外 怎麼內外啊 內外真的不懂啊 你看裡面有東西的 就是圓骨 那怎樣呢 把手指伸進去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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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咬 好那接下來 洗絕盤 不用絕盤 你試試碰一下絕盤 你拿起它 它好像在動 你動它就動 不吃絕盤吧 好嗎 絕盤是最好吃的 但是說真的 魷魚絲你也吃啦 魷魚絲你也吃啦 魷魚絲你看不到絕盤的嘛 沒事的 你想一下你自己的肚子 我為什麼要想我自己的肚子 就是它自己是一個肚子 但只有幾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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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在這個時候呢 你等它用清水浸一下 你開煲水 你說我可以去煲水嗎 你說 你開煲水 即是煲水 對 怎麼煲水都要贏 拿個煲煲啊 你去哪裡啊 嘩 什麼事啊 你現在煮東西吃啊 嘩 你現在還要去什麼 解落 為什麼 否則穿不到它 你為什麼要 還沒煲水 你都沒拿水下去 你開爐 好 easy 那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炸蒜 生粉 椒鹽 一隻雞蛋 來 給我 close up 試日醉泡的動作 嘩 它外面有一層絲 這些好像要先撕走它 嘩 嘩 為什麼這個越來越鎮定 我覺得很噁心 嘩 嘩 我怕是熟了 那又不會這麼快熟的 是不是搞定 嗯 這樣就可以切了 其實裡面那一條好像要拿出來的 拿 你不拿 現在是你的手 剛才忘了拿出來 噢 這個是什麼 這是軟骨 首先要切圈圈 手起刀落 你知道為什麼不要切開手嗎 沒有把刀碰到手 這樣掩著食物 很好手感的 你應該會挺喜歡的 很好手感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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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的拳頭好像這麼古怪 不知道為什麼我站在你旁邊 我彷彿感覺到你內心那份喜歡 病的 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很厲害 哈哈 哈哈 好了 然後請開包生粉出來 倒在碗裡 不是這樣開 不是的 在旁邊 剪個小洞 然後呢 你首先拿個碟出來 拿個extra的碟 這個就 不要了 碟先生 這個 碟先生 然後呢 夾著那個魷魚 蘸在蛋漿裡 對 然後呢 就把它再蘸在生粉裡 做多一點 你要浸過了 你說什麼 嘩 沒有了 嘩 嘩 每只一條 你都要預自己 給它大蠻三四下 嘩 要焦了 要焦了 好黑啊 嘩 這是什麼來的 OMG 行行行行 太暗了你了 那現在呢 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調味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兜兜兜 來啦 鑊 Tier 嘩 生蒜正啊 然後再加一點 海鹽啊 為什麼你發生這麼會索的 嘩好鹹啊 真的嗎 是不是小糖都要的 嘩嘩嘩 怎麼了 它沒有筋 你放在你的手上 然後再撒下去 是不是搞定了 OK的了 Yeah 上菜 Yeah 上碟了 我們已經變了 是 蒜頭炸魷魚 蒜蓉鮮油 好了 那就等下你吃吧 外表 如果五分滿分的話 都有三分半的 味道來算呢 三分吧 什麼什麼什麼 拍你頭痛的 好鹹啊 嘩好鹹啊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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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很鬆脆 還有熟的 只是太過鹹了 那可能適合我 可能我自己喜歡吃 如果鹹的話 那你試一下 試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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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鼻子 有兩鹹啊 想不想喊其他評分出來 我現在是 誠意邀請你 我已經聞不到味 好香 等一下 我們剛才是有味道 外表 聞下去 幾分 五分 香味 有四分 嘩 暫時聞下去 是香的 賣相呢 不好意思 哈哈 正常 我買了三分 這裡 又不是放得特別漂亮 OK 你加多些炸蒜 那整天會比較漂亮 它只要虛陷 很鹹 哈哈 為什麼不鹹呢 我也不知道 已經加了很多油 好鹹啊 我也覺得是 是好吃的 是真的鹹了一點 我來送走 下酒菜 猜不到哭到這樣 那今天生日 能夠跟大家說的就是 都叫做挑戰成功 我覺得 Kind of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成功的 因為我跟你說 我自己都沒做過才有 真的嗎 我通常都是買Supermarket 回來已經 切好了 那厲害 我想補充 我覺得不夠脆 炸蒜是幫了你很多 怎樣才可以令你炸得脆一點 不知道 Google 今天學到多不多 今天也學到好多 那你學了之後 就煮給我吃了 蛤 蛤 學還學煮還不煮 蛤 記得訂閱 DG大哥仔 記得follow IG和Instagram DG1212underscore 曾倩文 再再多1101 Gash之後的影片出去了 今次生日的挑戰 就到這裡 下次找到其他挑戰 就再拍給大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生下落 哇 哇 你是不是會吃完炸蒜